据我所知,每年召开大会时,都有媒体关注国防预算问题。 按照国防法、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, 国防支出预算是国家整体预算的一部分。 每年的国防支出预算都纳入政府预算草案, 由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。 依法管理和使用,根据大会议程, 本次大会已将审查政府预算草案的报告, 之后对外公布。 近年来,为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, 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, 更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, 中国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, 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,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。 我想强调的是, 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, 中国的国防支出, 无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, 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, 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、军人人均国防费等, 移植都是比较低的。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, 愿与国国共享发展机遇,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,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